莫托县地处喜马拉雅山东端南路 是西藏东南部最为偏远的一个县 门巴 莫巴 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 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的边境一线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 帮扶支持驻地教育事业 已经整整持续了60年 一代代边防军人在奉献中筑起封碑 延续着浓浓的军民与水情 一早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士曹世学 像往常一样来到贝崩乡小学 给孩子们上国防教育课 在这群孩子们眼中 他是可亲可敬的兵老师 贝崩乡小学建于1976年 是莫托县唯一一所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建校之初 只有一名老师 自上世纪90年代起 驻守莫托的官兵 便以边外教师的身份参与教学工作 兵老师的接力棒传了一茬又一茬 随着学校师资力量不断壮大 官兵也从最初教授文化课程 转为专门教授国防教育课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 国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从小培养 家国情怀 我会精心准备 每一节课将更多的国防知识 传播给孩子们 希望他们长大成才 回报国家 一所小学见证了人民军队 与西藏现代教育发展的深厚渊源 一个个兵老师 则成为了军队原建地方教育事业的名片 这些年 解放军定期为孩子们上课 帮助孩子们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兵老师 解放军在国防教育中 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在贝崩乡小学 有这样一座雕塑 一名解放军战士 牵着两名门八族学生 在孩子们心中 树土未僵 扎根边关 是一种光荣而神圣的责任 如今 不少得益于教育帮扶走出大山的孩子 完成学业后重返墨托建设家乡 小学教师 刺人殃杰 就是冰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 当年很喜欢上冰老师的课 那时候我就在想 长大以后也要和冰老师一样当老师 教书育人 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可以说经常和解放军接触 受解放军影响比较大 后来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六年 很开心 户户守边人 家家爱国情 墨托边锤 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国旗引人注目 军民共同守护着这片神圣国土的安宁 我们要发挥好部队在边境地区 教育事业中的作用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引导广大师生 肃劳国防观念 齐生国防素养 后职国防情怀 军地携手 点亮学生们的成才梦想